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 本期节目的内容是 黄瓜和他一起去看底服毒自杀 请分享给家人 民以食为天 饮食是人们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事情 这也是维持人体各项技能有需进行的基础 而对于很多人通过合理善食进行健康养生的熟食 很多时候往往忽略了食物相喝这一说法 述不知错误的食物共识会对人体的健康 产生极大的损害 其中黄瓜作为人们日常饮食中 极其常见的一种食物 食用范围非常广泛 但是如果黄瓜和一些相喝的食物共识 就相当于在服毒 很多人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黄瓜对人体有这么多好处 怎么可能有毒呢 这可不是我消互你 一些不当的食物搭配 是会对身体产生严重损害的 虽然说偶尔的不加当食用 不会对健康产生明显的损害 但是若长时间食用 其危害性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说我们及时的了解 不能与黄瓜共食的食物 了解其经济 从而让黄瓜中对人体有用的营养素 更好的被人体所吸收 那其不是更好吗 那么到底黄瓜不能和什么一起食用呢 黄瓜不能和什么共同食用 黄瓜不仅最嫩清香 味道鲜美 并且还附有多种营养成分 能很好的为人体进行营养物质的补充 黄瓜素有平民蔬菜之称 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 也是家中餐桌上极为常见的一种食物 但是吃黄瓜也是有经济的 你都了解吗 黄瓜 黄瓜的营养物质极其丰富 素有蔬菜之王的美征 但是在100克的黄瓜中 就含有大约300毫克左右的草酸 同时黄瓜中的含铁量也不是很高 并没有很强的补衰功效 并且其中仅有10%的铁 能在肠道中进行吸收 而剩下的边会与菠菜中的少酸 所产生反应 形成一种不可容的物质 不仅不能被人体很好的吸收 同时还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利用 而黄瓜中含有一种分解霉物质 所以当黄瓜和菠菜一起吃的话 那么菠菜中所含有的维生素系 则会遭到黄瓜中的分解霉的破坏 从而大大降低了其活性 虽然黄瓜和菠菜一起食用 短时间表现不出什么具体的危害 但是久而久去便会降低人体对维生素系的吸收 这对人们的健康而言危害是很大的 所以菠菜和黄瓜共同搭配食用 就像间接在服毒 阻断了人体对维生素系的吸收 从而增加了患癌的风险 威胁着人体的健康 化生在很多家庭的餐桌上 都会经常见到黄瓜和化生米的冷盘 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这道凉拌美味可以说是 极好的下酒爽口冷盘 然而很多人并没有发现 花生和黄瓜在一起食用 有什么不妥之处 反而觉得这两种食物就是天仙配 殊不知经常食用花生和黄瓜搭配的食物 对于人们的健康有严重的损害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黄瓜的腥微干寒 而花生中所含的油脂焦多 因此当心寒的黄瓜和油脂较多的花生搭配在一起 的时候便会增加润滑的性质 无形之中就像为人体注入毒素一样被人体所摄入之后便会造成肠胃不适 肤泻等不良症状的产生 严重对肠胃健康造成极大的审害作用 说到这里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平时也是经常将黄瓜和花生搭配食用的 但是并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产生 当然对于一些肠胃功能状况相对好的人而言 经常吃黄瓜和花生所搭配的食物 对肠胃短时间内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此在日常饮食中一定要减少黄瓜和花生供食的次数 尤其是肠胃功能不是很好的朋友 黄瓜的营养 营养丰富的黄瓜有依清扫体内垃圾 补充维生素 黄瓜富含多种维生素 如壁族维生素、维生素C等 需要提醒的是黄瓜连皮质补充维生素的效果更好 黄瓜富含甲、铭、铭、荷、胃等矿物质 有益皮肤健康 预防便秘 黄瓜水分多、热量低、有益减肥 集中的三十线维能防便秘 预防糖尿病 将之稳压 黄瓜中的一种激素、有益、遗腺分泌、胰岛素 有益改善糖尿病 黄瓜中的固醇类成分 有益降低胆固醇 黄瓜富含的三十线维 甲和铭有益调节碎压水平 预防高碎压 清新口气 黄瓜汁对治愈牙瘾疾疾病有益 常吃能让口气更精心 顺发、量甲 黄瓜中的柜和屎 头发更顺、指甲更亮、更结实 其中的柳和柜还有益刺激头发生长 黄瓜的去法 一、香菇、黄瓜粥 煮料、淡米、香菇、胡萝卜、黄瓜、姜、盐、水 做法、淡米淘干净 加入一小勺植物油 泡半小时 香菇四个 十厘米长的黄瓜一节 胡萝卜一根 姜都切丁 备用 淡米与姜一起下锅煮 煮开后 倒入香菇丁煮五分钟 感觉香菇七分熟后 倒入胡萝卜丁 现在就要煮到米、香菇、胡萝卜都熟了 最后倒入黄瓜、和云、盖上锅盖、焖灰就可以了 最后再撒点盐就更美味了 二、黄瓜包肉丁 主料、猪肉、黄瓜、鸡蛋 辅料、香油、料酒、盐、酱油、甜面浆、白砂糖、淀粉适量 做法 将黄瓜洗干净 消去两头 平泡成两半 喝去瘾 切成一厘米长的菱形状 猪肉洗净 披成一厘米厚大片 用刀背排斩 再剁成一厘米尖方的肉丁 猪肉放在碗内 加鸡蛋清、酱油、干淀粉 抓拌均匀上酱 炒锅上火 舀入猪油 烧至溜成熟 放入肉丁 滑油至刚熟时 倒入漏勺沥油 炒锅至火上 锅内留少许油 放入葱末、姜末 炸出香味 再放入黄瓜丁 料酒、甜面浆 白糖、鲜汤、味精 炒均匀 下水淀粉勾芡 淋入熟炉油 倒入肉丁 淀翻均匀 出锅集成 3.黄瓜肉丝拌面 煮料面条500克 肉丝150克 黄瓜一根 做法 锅里水开 放点盐 下面调煮熟 捞出 用油 搅拌一下待用 猪肉 洗净 切丝 用淀粉搅拌好 黄瓜洗净 切丝 锅里油热 放香 酸 肉丝 煸炒 带肉丝转色 加料酒 糖 老抽 一点水 小火煮 五十分重 加盐 鸡精 变匀 灌火 放些面条 黄瓜 加葱花 搅拌均匀即可 4.拉炒木耳黄瓜 煮料黄瓜数量 黑木耳数量 做法 黄瓜去皮 接小滚刀块 木耳泡发 大蒜切片 生姜 接末 红辣椒 切斜段 锅里油热后 放入花椒 包香 放入红辣椒段 酸片 将末炒出辣味 倒入黄瓜块 木耳翻炒 加二分之一汤匙白糖 少许精盐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5.姜腌黄瓜 煮料黄瓜十斤 辅料姜油 一斤五 十盐一斤 白酒七两 白糖七两 姜四两 酸四两 味精两两 白酥一两 麻酵两个 做法 黄瓜 麻酵洗净 黄瓜切去 头尾部 从中间切成两段 然后每段再分成四条 所有黄瓜切完后 放到一个大一些的容器里 麻酵去地 放到黄瓜上面 在黄瓜上面 均匀的撒上石盐 拌匀 腌制一到两小时 把水倒掉 然后找一样重物 压到黄瓜上面 最好是石头 大约腌制两到三天 中途要翻动几次 把没有被压到的黄瓜条 移植到石头的下面 把压住的水分清理出来 腌制好的黄瓜条 烘清水分 拎取一个干净的盆 把黄瓜和所有的调料 放到里面 拌匀 泡汁 移植即可食用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 请按订阅 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